不论是骑车或者开车 有民众会在车上挂上饰品 不过有车主吃完饭到地下停车场牵车 上面挂着的娃娃却被拔走 只看到一张夹在油箱盖上的纸条 上头写着 我的小孩看到你挂在车上的娃娃 非常想要不肯离开 但了将近十分钟还是没看到你 干时间只好先拿走娃娃 并留五百元给你 当作向你购买娃娃 不只是车主 民众听到也觉得好傻眼 这样的行为 尤其带小朋友 我想是一个比较不良的教育示范 即便放了一些金钱作为补偿 可是毕竟还是属于别人的东西 这名娃娃被拔走的车主 气氛将纸条画面PO上网 并且说十分钟都不够逛百货公司 如果真的等到他牵车 而且小孩也很有礼貌 说不定会直接送出去 但你们选择擅自拔走 留钱留纸条 重点是也没看到五百元 是被拿走了 还是根本没有留下来 这不是付钱的问题 这不是小孩子喜欢就可以拿走的 本人来说 就是不是价值可以衡量的 只要没有得到这个娃娃主人的同意 不管他留下多少钱 那在没有得到同意的状况下 取走这个娃娃 其实都会构成刑法上面的窃盗罪 不只是娃娃 包括民众 穿上的手套水瓶等等 在所有权人 没同意的情况下 擅自拿走物品 都有可能因此取上行则 多人新闻旅国报 许淑民周远杰在台北报导 政府认为有个人要预防 政府认为有限发展 政府认为有限发展